好 眼睛一閃過一個畫面 妳哪裡 有一個男的穿了一個 老鷹圖案的衣服 剛剛走過去 她在掃馬路的 那凌晨五點左右的時候 她聽到一個女生大喊 結果一打開的時候 看到什麼 嚇壞了 他嚇一跳 然後怎麼都是 小女孩被性侵的那個畫面 歡迎光臨恐怖小鎮 我是中中康 這個前一陣子 有一位清潔員在打掃的時候 發現路邊有個垃圾袋 他就是要處理它對不對 但是他這個在處理的時候 他就雞婆就是頂了一下袋子 然後用腳頂一下袋子 結果發現袋子裡不但動一下 還伸出一隻小手 可怕了 後來才發現是一個 剛出生的小男嬰 而且因為下雨 袋子裡面積水積了大半 然後最後當然警方根據監視畫面 發現是一個年輕女子 將新生兒丟棄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常常講 有的時候你稍微雞婆一下 搞不好會救一條生命 會破一個命案 甚至於會拯救一個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們今天探討就是 因為雞婆破案的案件 馬上有請未來女警 珍珍3871 是 我就是傳說營養界 行走過去 現在和未來的女警 珍珍 可惡代號 3871 史上追雞婆的拍檔 假扮殺手 以成功逮捕幕後主謀 而登山民眾 雞婆的說出一句話 幫助警方找到 殺警雙殺 而難道 斬招誘拐失蹤 全靠熱心民眾的細心 順利破案 今天看完這一集 希望大家多多發揮 雞婆的精神 很有可能就因此 幫助警察叔叔阿姨破案喔 好 趕快 好 跟各位介紹一下 調查棘手的案件時 遇上一些雞婆的行為 來提供專案關鍵的線索 得以順利破案 以上有哪幾點呢 通常 第一點 同事的協助 案情遇上盲點 非專業人員的雞婆協助 可能因此發現破案的契機 眼鏡起霧啦 第二點 民眾的幫助 案件發生後 警方有時從周邊民眾 雞婆的一句話 就能找到破案的線索 第三點 網民的力量 雞手案件在網路披露之後 有時靠著網民關注的留言 甚至能找出犯案及證據 提供警方破案的線索 以上就是今天的恐怖冷知識 第一個案子是 最雞婆的牌長 這個牌長他假扮殺手 反而成功逮捕幕後的主謀 越德哥這是什麼 這個案子最主要是 有一位王姓男子 他其實本來是老師 跟學校處得不是很好 工作不順 所以一度失業 那麼失業了以後 他的岳父很有錢 所以岳父拿了一大筆錢 來支助女婿說 不然你去開一間五金行 你開一個五金行嘛 然後跟你的太太 然後找人合夥一下 做五金行等等 不過還是要收一點利息 所以還是要給他 收一點利息 不多 然後也包括房子 也給他們收一點小小的租金 那可是問題是 那麼這一位王姓男子 他就因為一直不順 再加上開五金行的以後 還是不順 然後他後來心裡想 我每個月還要給利息 還要給租金 可是我岳父那麼有錢 然後他只有獨生理 就是我太太 如果他有一個三長兩短 我的租金不用給 利息不用給 錢都是我的 他就這樣想 所以他就先出了一筆錢 就找了兩個殺手 找了兩個殺手 那麼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把這兩個殺手 尾隨著他的這個岳父 然後因為岳父有慢性病 所以每隔一段時間 都要這個車搭著 然後就到醫院去 去看病了以後拿藥等等 趁這個時候就把他撞 製造假車後 把巨褲撞死 那錢有給了這兩個殺手 可是這兩個殺手 阿婆要讓人家 你知道嗎 錢拿了以後跑了 跑了以後 所以這個王姓男子就很生氣 那結果有一次就遇到一個 他很熟識的一個阿兵哥 正在當兵的一個阿兵哥 喝了涼糕酒以後 就要講這件事情幹什麼 然後這個王姓男子心裡一想 我這個兄弟跟我感情非常好 他在台灣沒有其他親友 你知道嗎 就是那時候跟國民黨 一起過來 對不對 不如找他 給他一筆錢 然後因為他沒有後顧之憂 那又是一個人 單超一個 所以應該不會有人注意 然後他應該願意做 然後就跟他訴苦 講這件事情 那麼軍中這個阿兵哥的好朋友 一聽兄弟發生這個事情 他當然是覺得很難過 說一直不順 幹什麼 那講到幫他殺人 那阿兵哥就有點害怕 你知道嗎 我保家衛國 可不包括殺人 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王姓男子就跟他說 講到後來就跟他說 你不幫我 我還是一定要找人 完成這個任務 他回來了以後 他一直想這個問題 耿耿於懷 因為如果他不幫他的話 他還是要找人殺他 那你想想看 那車上的司機 還有看護的婦事 還有他 岳父 那多無辜 三個人搞不好 就被人家撞死了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回來悶悶不樂 找牌長聊天 這個侯姓牌長非常的熱心 他年紀比這個阿兵哥還輕 但是他很有勇敢 而且很有謀慮 他聽了以後覺得這不行 這不行 不能這樣子 那怎麼辦呢 他就跟他的連長報告 然後他們決定設一個局 就由侯姓牌長的侯牌 那麼假扮成這個阿兵哥 他們這個部隊裡面的駕駛兵 為什麼駕駛兵 因為需要一個人開車去撞 所以他會開車很厲害 有連長跟牌長他們這些人 先跟包括警方這些都報案 你知道嗎 完成報案程序 現在只欠東風是什麼 要拿到證據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由這個阿兵哥 還有牌長 侯姓牌長出面 先跟這個王姓男子 虛偽宜跟他談 那王姓男子也懷疑說 你會不會又跟前面兩個一樣 錢一拿一拿以後又落跑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就抓 到哪裡就抓 到廟裡面就抓 去斬雞頭 斬雞頭 發誓說 整個你拿了我的錢 一定幫我殺了我岳父 你知道嗎 他還真的跟他去 那牌長還真的跟他去廟裡面 然後就抓 我一定幫你完成任務 幹什麼這樣子 好 那麼這個王姓男子 心裡想你敢到廟裡面 就抓對不對 那你跟神明發了這個咒語 發誓了 那你一定會這樣做 那怎麼辦 我們要找一個隱秘的地方 雙方約在現在 二二八 台北市二二八 和平公園旁邊一個小旅社 那其實他不知道 王姓男也不知道的是 警方單位跟軍方這邊 早就在旅社裡面的 特定的一個房間 裝好了竊聽器 然後把所有的一切說 就在等你上鉤了 你知道嗎 所以等到他們一起進去了以後 他就把一半殺人的酬金 先交給了這個侯牌長 因為他一直以為他是 殺手兼駕駛兵 然後他還是不放心 他覺得還是要安危一點 寫個契約吧 你知道嗎 還真的寫個契約 契約上面還真的寫說 甲方誰誰誰 委託乙方誰誰誰 然後要執行 開車撞死岳父誰誰誰 鐵證如塞 你要知道契約跟善良風俗 違背者無效對不對 但是他還寫個契約 他上面還這樣寫 然後還真的簽名 還蓋手印 等到全部都OK了 一開門走出去 砰的一群人走進來 然後就把他給逮捕 你知道嗎 逮捕了以後他嚇一跳 這人是從哪裡衝出來的 你知道嗎 從頭到尾都是這個侯牌長 親自設的一個局 然後因為他沒有想到 有一個人會擊破成這個樣子 所以逮捕他了以後 就把他移送法辦 各位 這件案子 你絕對想不到 他不是基於他這個岳父的 龐大財產嗎 要找人殺手兩次 要撞死他岳父嗎 最後他岳父 花錢幫他請了一個律師 岳父認為說女兒可憐 去嫁給這個老公 可問題他萬一被判很重的話 女兒怎麼辦 所以還幫他請個律師 然後幫他打這個官司 最後在法院出庭的時候 甚至於法官問這個岳父 有什麼意見 因為都會問原告 被告 當事人 因為這件事情 殺人 未遂是這個 等於說公訴罪 問原告 通常原告要求情的話判清 沒想到這個岳父竟然當庭 還跟這個法官說 幫他的這個女婿求情輕判 不過這個案子能夠破 我講真的 可能要感謝這個 史上最雞婆的侯牌長 不過也只有在那個年代 才會有這樣的人 現在大家都唯恐不及 避之唯恐不及 就怕這個麻煩上升 那有的時候我們知道 那個雞婆 我們常常在講 雞婆跟熱心 其實是說法不同 一線之間 那現在其實很多人 怎麼那麼雞婆 可是搞不好 它是不是會是一個 很熱心的事情 這個清潔工它就是 人家講雞婆報案 那我們看事後 我們可以講它是熱心報案 所以說會意外揪出了 偷切犯跟通極犯 高大哥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發生在 文三一的一個轄區 它當時我們新榮路那邊 有一個社區叫安康社區 那那個安康社區 就是都是一些平民住宅 就是一個月房租一千兩百塊 六百塊那種 就是比較低收入戶住 是 那有一個清潔工 他就是早上都五點 就起來燒馬路的 那燒馬路的時候 他就是在那個社區 因為那社區住的人 當時是比較複雜 所以他在燒馬路的 那凌晨五點左右的時候 他聽到一個女生大喊 你去死 給你死 然後就聽到一個男生 就慘叫 那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是他害怕 他也不敢去敲門 那他馬上就打電話 就打那個公務電話 打110 110報案 他講的方式 又不是講說是什麼案子之後 但是從110那邊接到說 有人死了 110又傳到分局 就出發生命案 怎麼... 就一句話也變成 死了 變成命案 那派出所聽到有命案 我們行事署聽到 命案不得了 趕快去 就浩浩蕩蕩 一群人就趕快去他講那個現場 那清潔工在那邊 一直手發抖 他發抖說 我就聽到說 好死... 然後那男生就慘叫 現在後面就沒聽到聲音了 不知道是不是死掉了 鐵門就踹... 快開門... 那沒開 也沒開之後 就請那個消防隊 拿那個大的那個鐵敲... 把那個門一敲開那一散 結果看到一個男生 那個男生瘦瘦小小 差不多一百五六十公分 瘦瘦的 頭上還有碎玻璃片 血流了滿臉 那血流滿臉 然後就一個女生在旁邊 那女生就像有一個廣告 那保利達蠻有那種 很壯的那種 那女生就坐在那邊 那個沙發那邊看著電視 然後看到桌上 全部都是啤酒罐了 那個啤酒玻璃 那個啤酒罐了 最少三十幾瓶 就兩個人 那個手一直全身臉都是血 那消防隊都趕快送醫院 那個男生說沒事... 這我自己在玩的 沒關係 那我們就強制 一定要把他送醫院了 因為臉上都還有玻璃碎片 那送去醫院之後 那那個女生就已經有罪意 那個罪意差不多六七分罪了 那派出所同人就問他說 那你... 沒事你們兩個 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 那女的就用閩南話講 那不吃人 讓那個死傢伙 說好要分給我的錢 不分給我 還自己敢私吞 那派出所說 你們出這個地方 還有什麼收入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錢要分給你們 他上次去 我們加油站旁邊的土地公園 偷了十幾片金牌 自己拿去盪 盪了之後 錢還在說要給我 也沒有給我 就自己私吞起來 賞豪大 我們聽到 到底真的假的 偷土地公廟的金牌 就趕快 那土地公廟那麼早 有人在 車子開過去 就問裡面的主委 你們這裡有沒有失竊過 一問那個轄區判所 有 真的被偷了十四面的金牌 那被偷了十四面金牌 那個女生講的也空口無憑 只是嘴巴講而已 那回來就把那女生問說 那你怎麼知道是他偷的呢 他說他床下還有三四片在 我拿給你看 每一片都這麼大一片喔 那種有小片的金牌 大片的金牌 就還有三四片那個金牌 站在現場 那就把那個金牌 我們也不敢大意 就把那個金牌 再拿去給那個廟裡 給他廟方再看一遍 這就是我們廟裡被偷的 趕快無線電就先通知 那個派出所 送他去醫院就診的這個 就說你那個人 不要給他跑了 他看好包紮完之後 你把他直接送到警察局來 送到警察局來 他說那我要先回家裡拿東西 因為還沒跟他講說 他偷金牌的事情 那他回到家裡的時候 我們還在那邊 他那個女生醉得不行 那是七八分醉了 就在那邊胡言亂語 可是那男人一回來之後 看到桌面上那三四面金牌 整個臉色都變了 然後就看那個女生一眼 那女生說你不用看 就是你偷偷的 那我們同仁就直接手靠 把你靠著 靠著之後 那個男生就講一句 你自己 男子話中有話 難道女子也有什麼 不可告人的秘密嗎 趕快無線電就先通知 那個派出所送他去醫院 就診著這個 就說你那個人 不要給他跑了 他看好 包紮完之後 你把他直接送到警察局來 送到警察局來 他說那我要先回家裡拿東西 因為還沒跟她講說 他偷金牌的事情 她回到家裡的時候 我們還在那邊 他那個女生醉得不省人色 七八分醉了 在那邊胡言亂語 可是那男人一回來之後 看到桌面上那三四面金牌 整個人色都變了 然後就看那個女生一眼 那女生說你不用看 就是你頭痛的 那我們通人就直接手靠 把他靠著 靠著之後 那個男生就講一句 你自己也不行了 你自己通情七八年了 你自己也騙 他就問你去騙 通情七八年 我說這個身分證不是你的嗎 他說你不要騙了 不要騙了 那是他妹妹的身分證 結果一查 那個女生有結婚 然後結婚證 也是一個詐欺通緝 把人家倒會 被人家告詐欺通緝 跑了之後從花蓮跑到台北 用他妹妹的身分證 一直跟他同居在一起 所以那個雞婆的那個 清潔工從頭到尾 沒有發生任何命案 也沒有發生什麼案子 結果他一通電話 讓我們警方破了一個 廟裡被偷了一個金牌的案子 那莫名其妙要抓到一個 通緝犯 那所以這兩個 我們講究比較不好聽的說 發生了案子的時候 就被狗咬狗門嘴毛 真的 這兩個就是一對寶 不是 你講一對寶 好奇妙的一對寶 我搞不好 你也不要好日子過 我都要過 真的 滿逗趣的 畢竟也好逗趣 這個登山民眾雞婆的一句話 居然可以幫助警方找出了 殺警的雙殺 那就是這個人 躲在山裡面 謝老師 這個案子 其實當時非常的重大 是 殺警奪槍 這個太恐怖 重罪 2005年4月10號 所以它有一個專案叫 洞事妖洞 洞事妖洞一個專案 這個案子就在戲職 烘內派事所 派事所他們有兩個員警 一個是紅蟲男 一個是張大浩 這兩個就是雙警 一般我們巡邏都雙警 然後就騎摩托車 然後每一個像銀行 農會等等去捐巡邏槍 結果他們就騎到那個橫柯路 汐止橫柯路 有一個汐止農會的白雪分布 結果其實歹徒很早就盯上他們了 因為歹徒很早就一直看 勘察現場了 然後後來就尾隨他們 他們要幹嘛 他們 因為他們被搗毀了 又失業等等 所以他想說怎麼辦 要搶銀行 結果搶銀行 他們有去買到一把槍 結果買那個槍 又買那個子彈 動不起來 後來怎麼辦 他要搶銀行不行 搶銀行一般要有武器 所以就看上了那個員警 結果就在他們在牽巡邏槍 一個在牽巡邏槍 一個就在那邊觀望的時候 他們就假裝慢慢的 好像問路一樣 就騎進來了 一人盯上一個 因為他們兩個兄弟 一個人用什麼 馬上用刀子 就直接就從脖子就割下去了 整個就從脖子的地方 直接就刺下去了 好狠喔 對 因為他要躲他的槍 所以那個洪蔥男 結果他鋪上去以後 他脖子割 結果割了以後 因為有戴的那個帽子 就是騎摩托車戴的帽子 安全帽那個卡住了 所以他直接從身上就刺下去了 結果他身上 中了好幾刀 主要是心臟破掉 直接刺進去 差很深耶 很深 心臟破掉了 我們一般心臟破掉是沒救的 當然其他也都被刺了好幾刀 結果那個洪蔥男 他還是護衛的 因為他要搶他的槍 他護衛了他的槍倒下來 後來他的槍 因為他抓著那個槍護衛了 但是身上中了很多刀 最後他殉職了 但是另外一個張大浩 上去的時候 張大浩當然一直要 他也是從脖子割 另外一個就是 對 那個王伯仲從脖子割 割了以後 但是他只中三刀 然後張大浩趕快的 緊急送醫急救 救火了 但是槍被搶走了 後來這個案子就開始查 可是那時候監視器 還沒有像現在那麼普遍 所以那時候查... 警察也很頭大 後來結果這個主要的 這個熱心的民眾是怎麼樣 他們在查的時候 有一天那個許遜民眾 就比較雞婆 比較好心 他說有一天有一個酌性老師 他在餵流浪狗... 結果他餵流浪狗的時候 他有跟他講 他說看到那個山邊 就是靠近那個八連路 就是一個水晶山莊 那個山邊那個地方 好像有煙 就是那個訊息 有煙 那警察就開始去查 查後來有查到一個民眾 也是一個姓黃的 老農夫的民眾 他說有 那天我看到有兩個人 很慌張的 兩個人 就是然後臉遮遮掩掩的 情緒很快速地跑掉 結果後來就查了 旁邊附近有一個空屋 結果空屋發現什麼 有一些燒掉的衣服 還有燒掉的一些手套 燒掉的一些東西 這什麼東西 結果你看天理糟糟 你說東西全部燒掉 也就沒了 結果燒掉的時候 那個衣服裡面 直接走 裡面有一個身分證 身分證 就像他剩下 只有一點點的殘角 好使不使那個殘角 只有剩下 沒有名字 什麼都沒有 只剩下幾項 幾號 只有項跟號 可是不知道什麼路 後來警察就憑著那個身分證 所有那個附近 有這個項的 有這個號的 都去查... 然後查看哪一個比較有可能 知道吧 哪一個比較有可能 另外它上面還有那個 就是燒了那個 還沒有完全燒完全的 一個棉紙手套 找到了 那就對了 這個案子就是兇手 他要去毀滅機陣 然後把它燒掉 那就對了 然後查看附近的停車等等 這樣子 然後在查訪等等 果然去找到什麼 找到有一個像 有一個號的地下停車場 好像找到什麼 找到監視器那個機車 可是車牌不見了 後來就開始問管理員 管理員這個是住誰等等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就是他們發現 那個手把好像有血跡... 然後血跡馬上緊急的送行 這警察局一比對 血跡比對出來 就是員警的 中了... 那車就是殺了員警 要騎過來的 當然就問附近的鄰居管理員 這部車是誰的 就是王伯英跟王伯忠 住在樓上的 因此警察就衝上去了 知道吧 衝上去 當然不是馬上打草警車 等待那個清晨的時候 一般抓人大概都會 比較清晨的時候 結果就破門衝進去 衝進去後他們愣住了 怎麼警察那麼快找到他 其實這整個冥冥之中就是什麼 就是那一團煙 那一團 然後那個卓信老師 非常的機迫 告訴一個徐姓民眾 警察跟徐姓民眾講 徐姓民眾又講說 有一個老師看到這麼一個煙 那開始去找那個煙的位置 在哪裡 在附近查訪 又有一個機迫的人 有...那天有兩個人 遮遮掩掩掩 所以這個線索就這樣 整個集合起來 最後破這個案子 但是那個破案之中 也有一些靈異的事情 有 發生一些靈異的事情 結果後來警察 因為壓力很大 然後在找那時候 還不知道是什麼人 哪一條街什麼 還沒有抓到 結果他們到一個揮鳳宮 揮鳳宮去那邊 等於是有點求神問卦 結果就問說 這個案子能不能破 結果突然 那個廟柱就 起床 起床 他是拜那個七星娘娘 然後附身 他就一直抓著脖子 脖子好痛苦 因為他割喉死了 割喉還有刺 他一直發作的好痛 然後在地上 就這樣揮舞的 寫一個山 然後寫兩個幕 後來你知道 林柏英 林柏宗 都是零 雙木林 然後山 第一個山 意思說 可能三天破案 紅丞男的爸爸他講 破案的前三天 他看到他的兒子 他兒子夢中 他的兒子出現 然後慎莊 好像他的兒子 要在陰間執法 在臨界執法 要親自自己去抓這個歹徒 另外他的同學 高中同學 突然間在那段時間 也夢到了 他說請你告訴我家人 知道吧 因為剛開始他殉職的時候 有把那個警察的裝備 衣服燒給他 但是忘了燒一個腰帶 他說我缺了一個腰帶 我要裝裝備等等 後來家屬趕快燒給他腰帶 結果沒幾天 他就出現在夢裡面 是很盛裝 意思就好像他要 零件的執法 我自己要去抓兇手 果然三天之後 這個案就破了 所以冥冥中 真的是有這麼一個定數 這個案子 在很多的雞婆 民眾之下 終於破了這麼一個天大的案子 這個比較像舊社會 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大家會 你看那邊有個煙 怎麼會這樣 當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這樣講出來 搞不好這個 有些人講雞婆 有些人就講熱心 沒有這樣熱心的傳話 後來那個警方哪裡有線索 接下來這個案子 這個歹徒非常可惡 為什麼他們誘拐難捅 這個時候就是因為 熱心民眾 細心 也就是熱心 那你也可以講雞婆 然後就報警 然後就順利破案 這個大家聽聽看 這個什麼案子 雞婆跟熱心 只要能夠幫到人 我覺得都是正面的 真的 那像這個案子 就是在四年前 三月二十二號的時候 當時在這個台南市永康區 有一個就讀國小二年級的 一個彭小弟弟 當時這個彭小弟弟 他跟他的這個家人 跟他的阿公講說 他要到大概五六百公尺 距離他阿公家 五六百公尺一樣在永康區 中間會經過一個 這個經國公園 然後那個路上 然後走到他姑婆家 去找他的姐姐玩 他自己的姐姐在姑婆家玩 那當時因為想說 已經八九歲了 國小二年級 過大讓他自己走 所以一點多吃完午飯 就從這個阿公家離開 可是五六百公尺 照理說走十分鐘就走到了 打電話去姑婆家 姑婆接電話 還沒來 沒看到 沒看到人 然後弄了半天找一找 這一整個半天下來 彭小弟弟不見了 後來爸爸也急得要命 嚇壞了 真的報警 邪詢失蹤人口 急到爸爸後來那個 驚動了這個電視新聞的 這個媒體去採訪他的時候 在那個鏡頭上 一把鼻涕一把淚 哭著想要找自己的寶貝兒子 那種交集父親的那種神情 感動了好多人 很多的觀眾跟網友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網友看到這個新聞 就開始在網路上 大量的網軍 晚軍開始去幫忙轉貼分享 二十二號找到二十三號 還是找不到 可是我剛剛說 樂欣和姬婆 只要能夠幫助找到 這個彭小弟弟就是好事情 當然 二十三號的就是隔天的凌晨 大概五六點的時候 你知道當時在這個北... 南部也是在南部的 一個市政府的區公所 社會人文科當辦事員的 一個胡雅惠 胡小姐 她那時候從屏東火車站 她要搭這個火車 一大早大概五六點的時候 她準備要搭第一班的火車 北上要回到她的工作崗位 等轉車的過程當中 她一直看到那個 有一個穿著全身髒兮兮的 一個大人 一個男子 然後穿著外套 然後全身充滿著酒味 旁邊跟著一個 八九歲的小男生 然後衣衫也是有點不整 然後也是穿得髒髒爛爛 想說一大早五六點 那個不到怎麼會有 這個一個家長 感覺像一個爸爸 帶著一個小孩在旁邊 然後全身都是酒味的 那個男子 他就直接在問那個 值班的櫃台說 有沒有火車到這個訪寮 有沒有車到訪寮 有沒有車轉到訪寮 或怎麼樣 一直問問問 就好像有點醉醺醺 不知這個他在講什麼 可是偏偏這個胡小姐 因為他是屬於社工出身的 他就在這個 曲公所社會人文科上班 所以他自己有那個敏感度 有那個Sense 而且加上他本身 他平常就是在上班 和助人的一個熱心 所以他就靈機一動 跑去找那個小弟弟問話 說這個是你爸爸嗎 他說不是 然後他說他是他的什麼 什麼叔叔 爸爸的朋友 然後問這個男生 問那個充滿酒氣的 那個問說 你有沒有車到訪寮 那個先生 他說這個是你的小孩嗎 他說他是他哥哥 你看 兩個人講法就兜不起來 胡小姐就覺得有異狀 然後很熱心的就問小弟弟說 你讀哪一個國小 你住哪裡 他說我住在永康 然後怎麼樣 就把他這個住永康 然後讀什麼永康什麼國小 然後家裡有誰 然後他的整個狀況 他特徵把他記下來 那順便也跟這個嫌犯 那當然我講這一段 不是嫌犯馬上那一位 又不是警察 馬上把資料給他 而是那個胡小姐 他用了一個手段 他這個時候就從皮夾裡面 掏了兩三百塊 給這個男生說 先生我看你們大概肚子餓了 好像不知道是不是 身上也沒帶錢 錢包掉了是不是 那我真的有兩三百塊 你拿去給你的這個小朋友 你們一起是不是買個早餐吃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留個電話給你們 你們也可以打電話給我 然後或者是我跟你們 記一下你們的電話號碼 需要幫忙的地方 你這個時候就把這個 浑身酒氣的那個男子 他的這個心房給卸下了 就告訴他他的手機號碼是幾號 然後順便也在這個時候 跟小朋友交談的過程 還有跟大人這個男子 交談的過程當中 把這些稍微有一些 基本的個字都問到了 問到資料的時候 他們也離開了 那離開了之後 這個胡小姐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坐車他也到上班地方 他那天二十三號早上 他就開始去上網 去輸入資料 可是後來到那天中午 他看到新聞 因為他開始播 然後又播到這個 他爸爸的這個 哭泣的那個樣子畫面 讓人家看得很揪心 然後再加上後來網路上 也看到你看他在轉發 在轉傳 手機也開始看 他就比對一下 網友形容的那個小男生的特徵 他的穿著 還有那個狀況 不就是那一天凌晨 一大早他看到 在屏東車站那個狀況 馬上他就打電話給他爸爸 然後就跟他爸爸 聯絡上了之後 就跟他爸爸說 小男生是不是身高 大概多高 體重 然後長什麼樣子 大概狀況怎麼樣 那個時候穿什麼衣服 爸爸說 對 就是他兒子 你在哪裡碰到他 他說他在屏東車站 然後旁邊跟著一個 怪異的這個男生 當時警方都一直把 協循彭小弟弟的狀況 範圍定在台南市 大台南地區 包括台南山區 經過這個胡小姐 一跟警方報案講了之後 提供了線索 馬上把這個線索範圍 搜索區域 擴大到往南延伸到高雄 高雄市山區 甚至屏東地區 屏東的山區 把它都納進去 然後因為他有問到 那個嫌犯的手機號碼 說如果你沒錢的話 你再跟我講 所以他把錢掏給他 也順利問到了 嫌犯的手機號碼 手機號碼提供給警方之後 警方開始去追蹤 這個嫌犯的手機定位 一直追追追 發現他在屏東 然後剛好無巧不巧 除了出現這個 胡雅慧這麼熱心 這個民眾之外 還有一個這個 也是很熱心的一對夫婦 他們是在屏東山地門 開一間阿甘麵店的 老闆跟老闆娘 這個男生 這個男子 就帶著彭小弟弟 在那邊點了一碗 這個四十塊的乾麵 那點了一碗四十塊 他自己在那邊吃 那彭小弟弟沒吃東西 他就在他對面 大概五六公尺的一個 長板凳上 櫃座在那邊 看起來那個口水直流 一直盯著那個男生 盯著那個大人在吃麵 老闆娘就覺得奇怪 麵店老闆就靠近那個 吃麵的大人 那那個老闆娘就靠近 那個小朋友 小弟弟 就跟他聊天 你哪裡 就套話 你來這邊玩嗎 然後怎麼樣就開始講... 也是跟那個胡雅慧 之前在公所上班的 那個小姐一樣 問出來的大概資料差不多 那個小弟弟又說什麼 他是他爸爸的朋友 什麼的叔叔 結果那個老闆 又去跟那個吃麵的男生聊天 一聊 也是說什麼 他是他的弟弟 其實兩個人說法就是兜不龍 好 老闆娘這時候 他就覺得有古怪 細心的老闆娘發現異狀 他又會如何處理這件事呢 你通常如果你們有親戚關係 那那個老闆娘就靠近 那個小朋友 小弟弟 就跟他聊天 你哪裡 就套話 你來這邊玩嗎 然後怎麼樣就開始講... 也是跟那個胡雅慧 之前在公所上班的 那個小姐一樣 問出來的大概資料差不多 那個小弟弟又說什麼 他是他爸爸的朋友 什麼的叔叔 結果那個老闆 又去跟那個吃麵的男生聊天 一聊 也是說什麼 他是他的弟弟 其實兩個人說法就是兜不龍 好 老闆娘這時候 他就覺得有古怪 你通常如果你們有親戚關係 或是認識的 你怎麼會點一碗麵 自己在那邊吃的香噴噴 你一口都不分給你一個小朋友 就算不是你兒子 是你親戚的小孩 或是你弟弟怎麼樣 你就這樣子把他這個 讓他跪坐在對面 還態度對他有點兇 然後他就是眼睛瞪得大大的 口水直流 很餓的樣子 不合常理 老闆娘這時候當下 當基地段 當下他就趕快把這個小男生 捧小弟弟抱起來 然後就跟他說 老公你趕快壓制他 他先生真的 兩個互相顏色 這十個顏色很配合的時候 趕快把那個吃麵的男子 把他兩個的手就抓著 然後不拉動 然後趕快報警 這個時候警察就趕到 那個派出所的罹難也不會遠 趕到現場之後 一問口供一查 原來這個彭小弟弟 就是已經失蹤了好幾天的這個 被這個吃麵的大人 這個大人姓蘇 叫蘇寬斌 是一個怪叔叔 有誘拐兒童的一個前科 所以就把這個蘇姓男子 給抓起來 把這個案件整個給破了 終於讓這個好幾天 不見了這個失蹤的小朋友 父子 全家團員 所以後來這個新聞 一整個破案之後 一整個見報 大家都說過程要不是有 這幾個熱心的民眾幫忙 有那麼快找到這個彭小弟弟嗎 那就真的是未定數了 而且說不定到時候會發生悲劇 是啊 所以我覺得 真的熱心跟雞婆很重要 有時候真的能夠幫到人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把 以前的那種習慣再改回來 尤其你看這個小孩子 你看看 你想想看 那個家人瘋掉了 那個小孩子 如果說你有小孩子 或者說你家裡面有小孩子的話 真的 被帶走 你想想看你那個什麼心情 不過還好他這個 因為熱心人士的幫助 真的小孩子回來了 那個爸爸應該 從此應該從此 就一直牽著那個小孩 手再也不放開了 感激涕臨 真的嚇壞了 就是里長 里長通常也是非常熱心 里長泡茶聊命案 偏偏剛好看到一個畫面 變成了破案的關鍵了 馬哈哥 沒錯 兩起都是發生在最近而已 這些年而已 不是以前的案件 那麼兩起 其中一起在北部的 是什麼呢 是一個男的在新北 那麼他被人家發現 他被很慘地被打死 那打死是被用重物 重擊他的頭部 所以重擊頭部 也叫爐內出血等等 然後就倒地 流血流 後來發現的時候 宋茵還是已經死亡了 那麼死亡了以後 你知道台灣現在 監視器普遍的程度 警察於南韓首爾 所以我們普及率非常多 那警方趕快調這個監視器出來 我們要追過他們 現在系統有好多個系統 警察的系統 李明的系統 所以警察是來到里長 里長北這個地方 我們林里的這個監視器來調 然後調出來以後發現 這個歹徒他穿著一件上衣 這件上衣很明顯的就是 一件T恤上面印了一隻老鷹 然後就調給他了 隔天一大早 剛好林長 太太 林長太太來這個里長 不過辦公室這個地方泡茶 所以就講起了 這個昨天這件命案 這個歹徒到底是誰 根本不知道 好像看起來也是外地來的 但是很特殊的就是說 他那個衣服很特殊的 有一隻老鷹 結果在講話的時候 剛好林長太太 旁對面就是那個監視器 就是我們林里監視器 他眼睛一閃了過一個畫面 跟里長說 里長賣 有一個男的穿了一個 老鷹圖案的衣服 剛好走過去 剛好走過去 不會吧 十二點都說十二的 哪有那麼巧的 然後仔細再調一下看一下 真的 真的有一個男的穿了一個 那個...走過去 報警 110馬上報警 來了以後結果他就 砰 下去 真的是命案的兇手 真的是 你知道嗎 原來是兩個人有衝突 有糾紛在路上 然後那個男的對不對 這個有老鷹穿的老鷹衣服的 一氣之下 那個旁邊我們不是會 那個... 有些時候我們會在一樓 擺很多那個花盆 他就趁對方不注意的時候 拿了一個花盆來盆 在砸他的頭 就砸他的頭通常就是受傷 他穿了一次 砸下去的過程當中 剛好造成了他的那個 顱內出血 所以後來因為這樣一個死亡 他自己都還不知道說 他被我打死了 你知道嗎 他以為說 我就把他打一頓這樣子而已 結果因為一個一閃神 一個畫面 一隻老鷹破案了 然後這是北部的 南部有一個也是離奇 也是一個畫面過去破案了 那是一個這個警察的太太 那麼這位太太是因為 先生當警察回來以後 老師跟他分享 我下去發生什麼案件 有一天他先生休假 所以他陪著他先生 來到朋友的家裡 就一樓 一樓前面不是都會有一個 停車的地方嗎 那有的時候怕人家偷 所以朋友 他們來到朋友家裡面 泡茶的時候朋友那個監視器 就對準了那個前面 對準前面這樣拍 然後這個太太 他們就這樣聊天... 泡茶的過程當中 這個太太突然間看著他 他就特別盯那個監視器 他就覺得很有畫面這樣 一閃而過 突然間就跟他先生講 我懷疑外面有小偷 一閃而過 你怎麼會懷疑呢 他跟他先生 跟他朋友說 一個年輕人 騎個摩托車 後面拉著那個 就載物的那種 載東西的那個 可是這個年輕人不是農夫 因為他朋友這個地方是一個 鄉下比較農夫多的地方 他看起來不像農夫 然後他就拉這個東西 覺得有問題 然後因為他們是 騎摩托車的朋友這裡的 他先生說 我太太竟然看到 不然我們去看一看 他就尾隨了這個 剛剛過的那個年輕人 因為後面載的東西 所以開比較輕比較慢 所以就尾隨了他一公里外 各位 破案了 三個年輕人 摩托車後面退一個東西 偷東西 偷一個電纜 什麼東西這樣偷 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 會有一個外地人 看一個畫面咻過去 然後就跟他老公也是個警察 退休假 這兩個人過去 然後就把他們三個人給逮捕了 就破汗了 各位 我現在講的都是真實 發生在我們台灣 然後最近發生的事情 所以只要你雞婆一點 真的有可能幫我們社會 那麼消滅這些壞人 幫他們繩之以法 我們現在真的太缺乏 熱心人士 這個很多案子 可能就是因為熱心人士的出現 就會避免悲劇 這要再一次提醒你 剛剛講里長 還有一個非常熱心什麼人 異交 那這個異交發揮了 所謂的這個 我們講雞婆的精神 他堅決報警 然後就揭發了案外案 太棒了 為他鼓掌 高了 那這個案子發生在 羅斯福路跟新榮路口 那邊早上的七點到九點 都會有一班那個 義教在那邊指揮交通 那當時在新榮路 要往羅斯福路的 右轉那個地方 一部計程車開出來 然後撞到了執行的 羅斯福路要往公館那個方向 執行的一部摩托車 砰 撞下去了 那撞下去之後 那一騎士就倒地 就當場就倒地不起 那摩托車被他撞飛了 差不多三四公尺 那義教趕快就跑過去了 跑過去的時候 那個年輕人 就一個年輕人 大約二十來歲的年輕人 摩托車被撞的時候 還想要爬起來 想要跑 還要跑 還要跑 義教說你別走 我幫你作證 你不要怕 你不用擔心 我幫你作證 然後旁邊露出了一個 女用的包包 那就是摩托車 你後面掉出了一個女用包包 那女用包包 那個年輕人說 我剛剛撿到一個包包 我現在要送去警察局 我要趕快拿去警察局報案 剛好如果知道那個 附近的地方的話 前面三十公尺就是我們的 新榮派出... 萬聖派出所 萬聖街派出所 義教說不用 我幫你報案就好了 沒關係 你這真的等我 那個女士說不用... 你不用報案 我自己處理 摩托車要走過去也牽不起來 因為腿有點扭傷還是怎麼樣 那計程車司機下來 年輕人 你我怎麼沒有 你又沒有事吧 他說車派出我幫你負責沒關係 你人不要有事 他說沒關係 你讓我走好了 我趕快去處理這個事情 那寄了這個事情說 我會陪你 你不用擔心 那義教說我趕快去幫你報警 跑... 跑到萬聖派出所 他說我們前面發生車禍 一個年輕人受傷 那他十斤不美 撿到一個皮包 說趕快送到警察局來 值班的就請貝塞人去出來 出來的時候 那個年輕人看到警察來的時候 更想跑 那警察覺得為什麼 你腳都一薄一薄的 你為什麼想跑 那了解原委就是說 那你在哪裡撿到這個包包 因為他腳是扭傷 沒有斷 沒有流血 都沒有什麼 他說我剛剛在新店 要過來上班的時候 在馬路上看到的 OK 就把他先帶到派出所來 帶到派出所來 就根據包包裡面的身分證 那女生的那個住在安康 新店安康的地方 打電話去 沒人接 然後到了中午 已經拖了三十五 四個小時 十一點多的時候 沒人接電話 那警察就說 那乾脆我們直接開車 直接去這個女生家裡 反正裡面有證件 有鑰匙 有錢包 去到女生家裡的時候 就看到 因為那女生兩腿都受傷 剛去包紮回來 那一問 你是某某人嗎 他說對 我早上 要出門搭車的時候 被一個摩托車後面 從我包包搶走 拖銜了 拖銜的時候 他說我還有寄到車號 因為監視器模糊糊糊 我寄到車號 後面是零三幾 一看 那年輕人的事 也是一樣 那我們裡面的拍索的 年紀比較大的他說 你的案子我們知道了 零三幾就是你對不對 那你就是 不曉得他在講什麼 零三幾是他車號 他說 我不是故意的 他是剛好我騎車的時候 勾到他的包包 我緊張才走了 你咧 對 而那個義交坚持報案 破了一個機車強盜案 是 但那個家伙也是個傻子 他這個反應也太怪異了 真的 不過剛好這個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 是不是應該這麼講 計程車撞得好 真的 真的 這個遭阿公猥褻的 一個四歲孫 然後就是 被百萬的網友關注 然後把這個事情揭發出來了 其實最近的網友 當然這個很熱心 是 但是我們還是要呼籲 就是不可以發動施刑 你可以很熱心 但是請你把這些事情 告訴警方 讓警方去處理 這才是正確的 那這個案件是怎麼樣的 謝老師 他就是在2015年的時候 是 2015年在差不多 七月到十月之間 有一個女兒 有一個女兒因為她要上班 然後她是單親的 單親的 然後帶了一個六歲的小孩 那六歲小孩有時候可能 就是上幼稚園等等 然後可能要下來 等於是下課 要有人去接等等 結果然後就拜託她的爸爸 這個女兒的爸爸 然後去接這個孫女 最安全了 最安全了 真的 所以在等於下課之後 晚餐這段時間 就是阿公在處理 去接 然後有時候 或是阿公煮晚餐等等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阿公自己起了色心 親親她自己的孫女 天啊 禽獸 這個案子為什麼被發現呢 是主要她還拍照 自我欣賞 這個女兒的爸爸 然後去接這個孫女 最安全了 最安全了 真的 所以在等於下課之後 晚餐這段時間 就是阿公在處理 去接 然後有時候 或是阿公煮晚餐等等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阿公自己起了色心 親親她自己的孫女 天啊 禽獸 這個案子為什麼被發現呢 是主要她還拍照 自我欣賞 但是因為她手機 可能那個容量不夠大 不夠大 所以她已經滿了 那個容量拍不下去了 結果怎麼樣 她要去手機店 我要換一個16G的 更大容量的那個晶片 更大容量 那手機店說好啊 你要換晶片就換 然後拿到手機片就 就幫她看 看你那個容量為什麼滿 對不對 結果一打開的時候看到什麼 嚇壞 她嚇一跳 然後怎麼都是 小女孩被性侵的那個畫面 她手在發抖 她想說怎麼辦啊 對不對 這個怎麼辦 結果那個店員就偷偷地 跟她的老闆講 這個事情怎麼辦 老闆說你不要多事 人家的事情你管那麼多 你就賣 晶片給人家就好了 人墨 對 她就說你就做你的 而且這涉及到個資 個人隱私的問題 我們不要去找麻煩 後來那個店員講說 老闆都這樣講了 這樣罵我一頓 後來就把它弄一弄 裝一裝以後就回去 可是心想就不行 這個小女孩可能會繼續的 繼續的再被性侵等等 所以她心裡很煎 後來怎麼樣 她就上了那個爆料公社 跟報廢公社 就是在網路上發現一下 我今天怎麼樣 看到一個狀況 怎麼樣 一個小女孩 結果我要幫她換 那個更大榮樣的時候 突然就看到裡面 有不雅的照片 然後是這個阿公 在對小女孩非禮 然後還有影片等等 我不知道怎麼辦 老闆叫我不要報案了 他說這個個人隱私 我們不要找麻煩 我真的是心裡很痛苦 結果你知道嗎 多少人去傳了 兩百萬 這個網路一直傳 就是所以我們網路 像那個就是會一直這樣傳 一直傳傳 擴散出去 覺得擴散出去 覺得說這個是不公不義的事情 一直擴散 結果擴散到兩百萬點贊 結果大家看到 這個欺負不過 不行 這個小鳥 我們要救他 三千人打電話報案了 後來警察當然也不能放棄 然後就從裡面再問 等等問那個店員 再一直追追追 最後追到阿公 六十四小時找到阿公 阿公 對 阿公他也承認 他說這怎麼樣 因為上口怎麼樣 那你怎麼可以這樣的 這個人滅獸心 對不對 自己的孫女怎麼樣 但是後來因為女兒 他總是自己的爸爸 後來原諒了 但是小女兒不能再交給你 當然 後來小女兒最後就做一個安置 當然阿公當然也受到 應有的懲罰 不過這裡面就凸顯 你看網友多熱心 我們社會還是有很多溫暖 還有對不公不義的事情 還是大家的義憤填飲 是 所以有的時候 不要把雞婆這個事情 好像當作不好 因為以前我們都講 熱心...好熱心 然後現在變成你怎麼那麼雞婆 這個觀念要改過來 搞不好還是要再強調一次 可能因為你一個雞婆 就救了一條生命 今天謝謝大家